好的 我想这个星光传奇赛呢 其实就像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讲到的 要非常谢谢这几位选手 因为又要再回到这个舞台 而且甚至本来他们已经拿到很高的名次了 可是这次又要重新排名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经过这个 一两年不同时间的休息之后 其实真的都有进步 这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很多的这个惦记前面的观众朋友 觉得非常佩服 到底他们怎么做到 到底他们是不是这么坚持的爱唱歌 那么这三个月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辛苦 一起来看看这三个月辛苦的过程 每一次看到这些同学再度 然后站在舞台上 我确实那个勇气是很值得鼓励的 我真的很骄傲 可以跟这些孩子们一起成长 这六位同学其实已经超越了自己很多 这是我们最替你们高兴 开心的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 好好唱歌 这才是我现在最重要最重要 最重要做的事 在这个舞台 可以找到最想唱歌 我最想要达成梦想的目标 我希望我可以在这上面 就是非常享受自己 然后也要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表现给老师看 然后顺便也告诉老师说 我长大了 我希望大家 不只会看到 有没有像是一个参赛人 而是一个歌手 我很希望我可以再回来 我希望我自己有不一样的夜未听 唱歌不是那么简单 是我参加传奇三个月来 学到真的最大的 没有设想说谁是第一名第二名 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是 有非常好的成绩 加油把你们最好的那一面 在这次的最终总决赛里面 好好地表现出来 我非常期待 也非常地替你们骄傲 我热爱音乐 我不会放弃音乐 我一定要撑到最后一秒 我一定会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只想跟自己说 总决赛了之后 好好表现自己 已经到最后一刻了 我就希望我能够在台上 可以演出对得起自己的表演 希望可以继续加油 然后唱歌更有感情 可以感动到你们 所以我现在还在做梦 我是总决赛的选手之一 真的有点吓到 现场起爆的观众 都为了这六位 给他们加油打气 我想他们在我身边呢 现在这个心情非常的忐忑 非常紧张 好奇怪 一次又一次的比赛 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其实他们都参加过很多了 但此刻我想心情又是非常的不同 首先我们请这个最会讲话的Man哥 来告诉大家 你也参加过很多歌唱比赛了 对不对 也从星光大道毕业了 这次参加传奇赛又到了最后一刻 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现在这个清醒 不是清醒 是心情 清醒 现在这个心情 真的是非常荣重 然后其实也是非常的紧张 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能够唱歌给大家听 其实就是 我觉得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好 好 这个Man哥一向话不多 但是在这个一路成长 我想他的心情也非常复杂 我觉得六位选手 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包括Man哥 其实在他心中 何尝不想拿下一座总冠军呢 今天 有没有信心Man哥 有 有信心 让我来为各位 念一念 今天的奖品是我们金星娱乐 为大家去找到很多不同的 很好的奖品 以及奖金 第四名 东元家店提供47寸高画质数位一金 47寸 第三名 有奖金30万元 以及何连硕和卡拉OK十组 启航国际共同提供的金将好卡拉OK 半唱组合 回去再继续练啦 第二名 奖金50万 在这边也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简讯人气王的选手 他可以获得这个 墾丁凯撒饭店支出券一张 同时这个参加票选 参加投票的幸运观众也有机会得到 那么这个规则呢 相信这个六位清楚吗 研一格现在清楚规则吗 应该是清楚的吧 应该 好紧张 对因为你还要练跳舞 有看至少你以前有练过芭蕾的底子 但是现在在这个舞台上 已经不是在PK了 已经走到总冠军了 现在 不可思议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走到今天 完全没有想到我 不然你以为你 你大概20强就被淘汰吗 就是 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 OK 所以现在 你为什么讲话有点虚弱了 研一格 就想护着喉咙 对对对不好意思 因为我看到这个 报上的媒体有说啦 因为大家觉得你最具冠军相 可是你说你可能这个嗓子 好像有点累了是不是 对 其他几位有机会了 好 这今天晚上 最大变数很难讲 我们要看这位浴火凤凰啊 对不对 你看跆拳道 还有我们的那个羽毛球小将 腿已经扭伤了 最后还是打败韩国人 拿下总冠军 这很难讲啊 好不好 嗓子 嗓了 说不定今天还是你总冠军 但说不定 很难讲 可能是Rose 可能是魏如云 跳出来 很难讲 我们就来看下今天的规则